对啊 您看得懂 三叔 看懂没有 看懂了啥呀 真看懂了 好人要成亲 坏人不让成 好人打坏人吧 三叔啊 看懂了 老胡啊 快来 先生 快把孩子抱起来 你饿了 给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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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仙堂 快 快 抓流仙堂 先生 抓流仙堂 小心我 我不是小二位 抓流仙堂 巨元 站住 巨元 站住 巨元 别拒了 巨元 站住 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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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流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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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巨元 巨元 快去看看 我的受伤了 抓流仙堂 抓流仙堂 我要抓流仙堂 你应该别弄乱了 我抓流仙堂 流仙堂是坏人 我要抓流仙堂 在哪儿了 在哪儿了 哪儿了 快快快 快 抓流仙堂 快快 快点快 快 先生 快 你们去哪儿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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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 跟着 忍忍老胡啊 忍忍 忍一下啊 忍着点啊 我先回队部吧 我回去看一眼鱼君 这忙得我呀 一天都没顾上看的 要时刻注意警惕 好的 走吧 三天 注意警惕啊 好 宇君 晚上吃了什么 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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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废мотр 宇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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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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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来 季远 拿好 从那边过来 好嘞 您忍着点啊 我疼 我疼 草儿不见了 草儿不见了 怎么回事 草儿不见了 快去看看 草儿不见了 快 快 快 赵先生 我想了一夜 总觉得这孩子 凶多吉少啊 柳仙堂恨郭家 他没能借 日本鬼子的手 杀了郭先生 也没有害着 郭家的大人 这孩子在他手里 那还能有好啊 好 云先生 我总觉得这孩子 现在还活着 为什么呢 暗杀团要杀人的话 他们一见着人 就会下毒手的 可是现在 我们还没有发现尸首 所以我 没估计错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 是绑架孩子 绑架孩子 对 他们绑架孩子做人质 然后 要挟我们 也就是说 他们不会马上把孩子杀死 他们 要拿孩子做文章 对我们 有所企图啊 有 做啥文章 要钱 再给他 大凤啊 你要是难受 就哭吧 别一声不响的 让人害怕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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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也是 昨天晚上我要是把草 泡过来就好了 我现在我也是啊 我真是老糊涂了 华娇 您别难过 爹 爹 爹 早知道这样 咋着说 也不该让你去拿摩呀 姑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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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了 驴橘子呀 干爹将特务杀了 你说啥呀 你说啥呀 安爹将特务杀了 你说啥呀 姑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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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娘 姑娘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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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奶奶怎么了 花娘 姑娘 姑娘 这是咋了 听说砖头遭暗杀了 就犯病了 这 快 把花娘抬到屋里去 快 来来来 慢着点啊 我的 枕头啊 我孔明的孩子 娘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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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哭吧 让她痛痛快快地哭 让她好好哭 透透气 你在这儿看着 爹 这儿 嗯 你知道 孩子 你记住了 我们十日就救你这么一根 独根的苗了 你知道吗 日本鬼子扎死咱们祖孙四口 郭敏导又把咱们家的顶梁 杀祖孙四口 真是 Juby 你记住了啊 一定要报仇 嗯 我记住了 姑娘 报告 说 据后顾的一个老汉说 他正在山上截手 看见山下有两个男人 扛了一个孩子 那孩子身上还蒙了一件化衣裳呢 他怎么知道是个孩子 他说他看见 那个孩子落在外面的小角了 好 他们去什么方向了 西北乡的山里 好 继续侦掌 是 等等啊 注意 千万不要惊动他们 是 二娘 吃点饭吧 来 给我 凤儿啊 你开心把饭都端过来了 趁着吃吧 凤鸣 刘贤堂越是想叫咱死 咱越得提着劲活呀 你这么不吃不喝的 不正合了他刘贤堂的义吗 好 朕坐起来 侦察员说了 有人看见过草儿 没死 没死 真的没死 真的 草 彩儿 彩儿 我的白色 你要不该去看戏啊 彩儿 彩儿 给你二娘打盆热水来 冯儿啊 冯儿啊 别哭了啊 老湘 打定一下路 后宫怎么走啊 后宫 是不是翻过这座山 这 对对对 从这儿绕过去 翻过这座山 从这儿绕过去 绕过去之后再直走就行了 对对对 谢谢啊 来来 来 拍照 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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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抓到这个刘仙堂 我非得咬他两口不可 吃饭吧 皇娘 奉明 吃饭吧 再苦再难 咱还得往下过呀 我 我的老天爷呀 还不知道下回这个灾难 落在谁的头上呢 我怎么想起来 我皱过砖头 我都好死了 今天挺累的啊 赶紧回去吃饭吧 是啊 我给糖果酒喝 媳妇还好喝你 好喝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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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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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嫂 大头 你过来过来 有事啊 你去告诉云先生 就是我大头 有急事找他 好行 你等着我去告诉他 快去吧快去 昨天夜里啊 我正睡着呢 有两个土匪 突然跳墙到我家来了 你认识 一个我认识 是刘先堂的表弟二孬 另一个我不认识 我心里想着 这下完了 这土匪暗杀团 杀到我头上来了 谁知道这二孬 拿枪比划了我一下 就收起来了 他说 这草 就是被他们绑走的 都相礼相亲的 他不想杀掉这孩子 他既然绑走了 就不能白绑啊 那要多少钱啊 他不要钱哪 那要啥呀 他说 他要你们郭家 拿出祖传的秘籍换草 这祖传秘籍 我想你们郭家 是不会换的 刚要讨价还价 这 这二孬口气又变了 他说如果郭家 不愿意换 他们就撕票 杀人 后来 我跟他说 要是换人怎么换呢 他说如果郭家愿意换 就让我把秘籍给送去 然后呢 他们放人 我领走孩子 说得好 他们要把秘籍拿走了 不给孩子咱咋办 是啊 土匪哪有诚信呢 咱又挟制不住他 后来我说 我给你们送到哪儿呢 我不是想探探他们虚实吗 二孬一听笑了 他说 你只要把事说好 送到哪儿呢 不用你管 他会通知我 我说 这郭家要踢出看孩子怎么办 他说 好啊 郭家敢来 他不怕我们再绑一个 就这么多 好 我看哪 你呀 和赵县长啊 赶紧商量商量 能不能想个两全之策 既能救出草 又不得祖传秘籍 我走了 谢谢啊 爸 这可是我们祖祖伯伯的心血呀 就怎么把他交给土匪 他还能保佑我们吗 今后祖宗 他还能保佑我们吗 赵县长 这是秘籍 只要能救出孩子 要什么我都给 这草还小啊 不知道在哪儿遭的啥罪呀 云先生 我和您想的一样 孩子 是第一宝贵的 嗯 我们首先要救出孩子 至于秘籍嘛 我们能够把他送过去 也一定能够 再把他拿回来 好 娘 别担心 先坐吧 坐 好 庄县长 秘籍问题不大 我和娘都会背了 那好啊 来 你去喊大头 让他把人带来 好 云先生 我认为 咱们首先要见到孩子 我们的条件就是 在确保孩子安全的情况下 这二嘛 我们可以同意 用秘籍换人 行 好 孙爷 你也跟我来吧 好 孙爷您快请 好 好 赵县长 坐 云先生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赵县长 赵县长 这位老乡是成沟的 是土匪派来送信的 既然喊我的时候 他刚刚到 这样 你亲自把情况 跟赵县长说说 怎么回事 赵县长 今天早上天还没亮 土匪就抓住我 非得让我给 平乐镇的孙大头先生送信 要不然 就杀了我老母亲 信呢 没有 说是口信 他们说 如果你们同意换 他们就让孙大头去看人质 等孙大头到了 再说咋样换 三天不回话 他们就撕票 你回去他们怎么跟你联系呢 他们说 如果郭家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我和孙先生一起走 要是孙先生没有去 那就是郭家不同意 他们就不怕 县大队抓人吗 他们没说 赵县长 我就知道这么多 我是他们逼来的 我跟土匪没有丝毫的关系啊 好了好了 你先出去等一会儿好吗 你看 这 孙叔 你坐 赵县长 孙爷爷跟他去 土匪就不怕县大队伏击他们 他们能不怕吗 只不过 现在人在他们手里头 我们正面行动的话 他们一定会撕票的 好 孙叔 你现在就跟他去 一 一定要见到孩子 二 就说郭家同意用秘籍来换人 至于换法嘛 以他们不外乎 有三种做法 一是 我们先把秘籍送去 他们放人 在一般条件下 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件事上 不妥 我们不会同意的 第二种 他们先放人 我们再把秘籍送过去 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所以最好的办法 是第三种 在中间地带 选一个突出的地方 比如说在河堤上 双方的人各占一方 我们交货 他们交人 在河堤上 双方完成交易之后 我们迅速撤离 我明白了 就说第三种办法 嗯 我准备一下 跟他一块走了 您等等 等等 季远哪 快去拿五十块大洋 给你孙爷爷带走 好好好 你急啊你啊 云先生 这是 孙叔啊 这已经有两天了 全家人 吃不下 睡不着 这您都看见了 您要是能见着孩子 就跟他说 这全家人 都在想办法救他呢 好 好 那 看着那些 看管他的人 给他们使点钱 别让他们伤着孩子 好 早还小 好 他又是个女娃娃 我 我 好 蜜先生 是 我一定尽力 啊 孙叔 这国家 是亏了你啊 但先生那会儿就该是 一直到现在 孩子 没少让您操心 我云和明 会谢您的 我会感激您的 云先生 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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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先生 你这 我走了 好 等等 孙叔 孙叔 你见到人以后 首先 要告诉他们 外民的行使 嗯 再者 告诉他们 我们解放军如此强大 嗯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让他们在心底 受到一次震慑 嗯 好 我走了 嗯 你慢着点啊 小心 哎 nue 置 啊 继续 是黑头吗 是 是黑 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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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财了 二脑兄弟 我们正在打神 娘子蹦出一个外国来 拔刀相助 来来来 啥玩意 羊羊 羊羊这是 抽抽抽 快快快 一半向右 二半向左 跑步 走 立定 赵姓长 给大家说说吧 好 同志们 我来说两句 我们为什么要强化训练呢 目的只有一个 一定要救出孩子 敌人是狡猾的 更何况我们面对的 是一群穷凶极恶的敌人 在明天的战斗中 我们必须在三分钟之内 鼓上高地 这才能保证孩子的安全 所以 我们每个战士 在行动的时候 一定要多动脑子 多一份智慧 少一份损失 这样可以在实战中 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刚才 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都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 狗子 到 带领战士们继续训练 是 战士应用了那句老话 祸不单行 这都赶到一块了 纪元啊 你给看看吧 我现在也不能确诊 等我娘回来确诊才说吧 马先生 等一会啊 谁知道 非要把老二带头不可 这老二一急呢 就跟那个土匪打起来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就听见有人大喊一声 吓得两个土匪啊 掉头就跑 这土匪回头一看是外国人 这就遮回来了 这么一打 马先生就受伤了 这真是 老爷 您原来就认识马先生 只听说过 赵县长 赵县长 小鬼 来来来 你怎么来了 我找大娘 他回去了 有什么急事 家里来了个病人 你没碰着他 我从霍山小路来的 你赶快顺着大路追他去 好 快去 快去快去 谢谢赵县长 他这一伤着 就直接抬到郭家来了 咋的了 他说是郭家多年的朋友 爹 您怎么来了 你先去给他看看 咱回头再说 好好 马先生 岳先生 又麻烦你了 大妮啊 马先生是为了救你爹 和你兄弟才受伤的 您抬抬腿 季元 打把手 来 好 好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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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这道山就到了 走 走 就快到了 咋 咋样 来 挨挨了没有 来了 来了 请 来 快 就这儿 到了 好好 来 给 快 二刀回来了 回来了 没事吧 没事 快走 快走 二刀哥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 好 好 二刀哥回来了 都在里面吧 都在里面 这 这 这 来 孟大哥 这个就是孙大套 给它取下来吧 解开 大头 啊 找什么呢 是不是找我呢 爷我死了 你好开心的骂我是不是 去看 刘先生 你真会开玩笑 俺啥时候骂过你啊 不都是你骂俺吗 屁 我还不知道啊 凭了朕的人 都想让我找死 他们好欢天喜地地放鞭炮 孙大奴 你回去告诉郭家 啊 我的世仇未报 刘先堂还死不了呢 孙大头 哎 坐去 坐坐坐坐 好好好 哎 哎呀不客气 不客气 我蹲会儿 蹲蹲会儿 哎 大头 哎 郭家这个事怎么说的呀 回长官 郭家呢 愿意拿出秘籍换孩子 你不是糊弄我吧 哎 长官 孩子在你手里 郭家敢糊弄吗 再说了 郭家要是糊弄 俺大头赶来嘛 蛋头 我听说这孩子是小婆生的 是是 既然是小婆生的 又是个女娃 郭家 甘心情愿 用她几辈子传下来的秘籍 来换这个孩子 哎呀 甘心情愿 肯定不是了 是吧 据我了解啊 这个云先生 本来就不同意拿出秘籍来 就是因为这个小孩 是小婆生的 他落下恶名 才同意拿出来的 大头 哎 这事 赵福斌知道不知道 好像是当天就知道了 这现在这个县大队啊 就住在镇子里 机关枪好几挺哦 你吓唬谁呢 赵福斌知道了咋了 几枪好几挺又咋了 他你不成 我大头是受人之托 来见长官 一是呢 回长官的话 二是呢 想带郭家看看孩子 看孩子 哎 长官 你让郭家拿出秘籍来 人家郭家愿意拿出秘籍来 是吧 你要是不让郭家看孩子 那郭家 能拿出秘籍来吗 看就看嘛 但是 你只能看不能进去 哎呀 只要能让看孩子咋都行 哎 走吧 走 好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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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哎 哎 看吧 哎 别进去啊 曹啊 曹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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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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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拉起来 起来了 起来了 走走走走 快进来 大头爷爷 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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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爷爷 长官 不管怎么说吧 孩子是没错的 你得给孩子吃饭啊 行行行 这孩子刁蛮的狠 我不饿他 根本杀不了他的性子 你必须得给孩子吃饭 他喊什么喊呢你 大头啊 你以为你是谁呀 孩子吃饭不吃饭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还必须 不是 这 等了 把手放下 长官 要是把这孩子饿坏了 你拿什么换秘籍啊 快逃 去给他拿俩杀鱼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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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请无商量换秘籍的事了 走走走走 快 快快快快 快呀 快走 云先生 你坐着 坐 你爹的烧 你爹的烧退多了 再吃两剂药就会好了 云先生 昨天夜里我爹醒了 还和我说了好几句话呢 你爹这一道啊 你爹这一道啊 是为我挨的 娘 来 吃一个 好吃啊 老嫂子 今天感觉咋样啊 好多了 你看 我这腿啊 你瞧 都能动了 我呀 都想坐起来了 那可不成 再还两天吧 还两天起来活动活动就行 你呀 少给你娘吃这个 胀气 我先过去了啊 你慢走啊 大娘 再等会儿啊 就到咱了 对呀 好多了 云先生 何参部长 何叔叔 好 听说您最近当了武装部长了 哎呀 副部长 副部长 程司令现在是市政府的参事了 两口子一听说这事啊 就派我前来 程司令说了 他手里要是有兵 一定带来剿灭这些土匪 王八蛋不可 哎呀 遇见这事 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孩子才八岁呀 咱屋里坐吧 好 我听说凶手是刘先堂 哦 这个罕见 我和程司令都很后悔啊 几年前 没把这个家伙给杀掉 这次呢 我向程司令夫妇立下了军令状 不消灭他 我就不回去了 请吧 好 大头 东吴家疙瘩你知道吗 这 这 行了 行了 孙大头 别装算了 贾秃子和他媳妇 不是你做的没吗 他媳妇的娘家住在哪儿 你不知道啊 对对对 那可是深山啊 对 有个东吴家疙瘩 还有个西吴家疙瘩 两个山很高的 孙大头 嗯 明天早上日头出来之前 你带上秘籍 我们带上片 在东吴家疙瘩山头交换 哦 东吴家疙瘩山头上交换 另外 你转告赵傅逼 谁不知道谁啊 如果仙大队 给我们耍赖的话 孩子就别指望活着回去 哎 哎 俺知道了 你别恩啊 俺记住 哎 记住了 大头 你听明白了 明天 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哎 俺记住了 东吴家疙瘩山头上交换 好 我记住了 什么东吴家疙瘩山头上交换